后天别墅要入内 得先打开铁门再开拉门 嘉义太保的这一栋别墅 当陌生男子闯入住了好多天 他自称是找索将来开锁 让住户好震惊 发现他的时候 他就坐在这里 里面休息 我也觉得很讶异 怎么这么轻易的就可以 随便的拷贝遥控器 就可以进入人家的空屋里 代替屋主出面的代表也好错愕 他转述当天屋主进到别墅的时候 陌生男子就大啦啦坐着 表示自己是来帮忙整理环境的 根本不认识屋主 从来没有在这边住过一天的屋主 不敢相信 平时有铁门的房子 怎么会被闯空门 照片中的男子 就是自称要帮忙打扫的嫌犯 至少两个礼拜前 他跨过了别墅前的草坪 选择最边间的房子下手 疑似从上翻墙入内 打开拉门之后 在翻墙外出早所降 自称是住户要拷贝要空气 这里面出来的 我们一般基本上是很难防范的 侵入人家住宅的时候 会扩成刑法的无故侵入住宅罪 原来被侵入的别墅 屋主沟路之后就闲置放着 屋内简单的桌椅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装潢 男子闯入之后一住户自居 出路快要两个礼拜了 邻居觉得奇怪 找屋主来看你究竟 才发现是被闯空门 所降自称没有帮忙拷贝遥空气 撇清责任 屋内并没有任何损失 屋主不提告 但是透过了这个案件 警方也提醒 除了索将要开锁 搞清楚对象之外 屋主也要多加走动 避免自家的财产被入侵 都搞不清楚 三立新闻 廖国雄 注意荣 加一报道